这只平凡的狗妈妈 生出了一只不平凡的小狗 它腹部有个黑黑的十字台积 像是身负某种使命而来 除此之外 它比起对于人生命感度极高的兄弟姐妹 显得无比沉稳淡定 随着时间流逝 五只狗仔也渐渐长大 它也变得更奇怪了 这天主人和小狗们玩起了游戏 狗仔们都蹬蹬蹬跑到主人面前 热情地往它身上扑 只有它顿了一会儿 才慢悠悠来到主人面前 用漆黑的大眼睛专注地盯着主人 这并不是一场游戏 是狗主人的一次测试 测试家中的这五只狗仔子 谁有当导盲犬的潜力 现在的结果也是显而易见 它被选中了 安静沉稳不浮躁 这正是导盲犬需要的特质 由此造就了导盲犬小Q的第一次离别 它被装箱经过几百公里的飞行 来到了导盲犬训练中心 然训练员没有立即调教它 而是转头把它送去了养父母家中 一个志愿者组织 小Q必须要在这里待一年 建立其余人类的信愿 新家的养父母都是很温柔的人 小Q能在院子里尽情地奔跑撒欢 还拥有了自己的玩具房子 这个时期的小狗会以惊人的速度长大 小Q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睡完 就是陪着养母一起去栽满樱树的小道上散步 春天的时候树上会开满樱花 到时候他们可以一起来观看 不知不觉小Q成年了 养父给小Q送了一个新的玩具小熊 作为他的第一个朋友 小Q在这个家经历了寒冬 来年的开春 养父母带他漫步在盛开的樱花树下 那天他们散步的路比往常都要远 他们走了很久很久 可再不舍 离别的时候也终究要到了 小Q被送上回导盲犬训练中心的车 他眼巴巴地望着养父母 好像在问 你们为什么不上车呀 这是小Q经历的第二次离别 养父母跟在车后小跑了一段 不难看出他们也舍不得小Q 自此之后 小Q来到了导盲犬训练中心正式接受训练 他是否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导盲犬 训练员朝天开了一枪 对所有小狗进行声音敏感度的测试 有的狗激动逃窜 有的狗狂吠兴奋 只有小Q静静待在原地左顾右盘 显得无比正常 故而也只有他通过了这个测试 第一天小Q什么也不懂 对于训练员的指令 他都是一脸吃瓜的神情呆呆蹲在原地 对此训练员也没有生气 而是笑了起来 小Q忽然间什么都懂了 开始跟随着训练员的指示行动 次日训练的难度加大 他要开始认识障碍物 无论是台阶还是街头的拐角 他都要准确无误地辨认出来 在一次带路训练中 小Q见到了他未来的主人 杜鞭先生 杜鞭先生嗓门大 看着气势汹汹 可却不承认自己怕口 反而说出门要是被狗领着的话 还不如在家里睡觉更好 小Q有点吃惊 小Q记录本领不大好 也比其他导盲犬迟钝对 训练员有点苦恼 有一天训练员临时有急事 让小Q在草地上等着 可几个小时过去后 训练员依然没有记起小Q 直到他牵着另外一条导盲犬出来 才发现小Q一直在原地等待他 这不就是一条真的导盲犬吧 能忍受到了寂寞 尽职尽责等待主人 人类的本质是自我打脸 杜鞭先生因为撞到了货车 决定使用导盲犬 因此来到训练中心 进行为期四周的导盲犬使用培训 这段时间主要培养盲人和导盲犬的默契 杜鞭的性格很重 虽然需要小Q的帮忙 但是又不听他的话 碰到障碍物小Q都停下了 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末了还怪在小Q头上 训练期很快结束杜鞭和小Q参与毕业考课 来到一个斜坡前 小Q停住了杜鞭却没停 结果可想而知 其他人都通过了毕业考试 小Q和杜鞭先生依然不及格 小Q看着谈笑风生的人群 又看看不说话的杜鞭先生 忽然站起来轻易地舔了舔他的手 杜鞭先生的心盾是好似被一团棉絮滚住 他笑了起来也开始抚摸小Q 杜鞭是个酒鬼 但是在人前的他 却不敢表露出自己对酒的喜好 他像个偷吃辣条又怕被人发现的小学生一样 半夜带着小Q去买酒 小Q连打了三个喷嚏 帮着杜鞭先生选到了想要的啤酒 因此一人一狗的关系更亲近了一步 小Q和杜鞭先生毕业了 他来到了杜鞭先生的家里 杜鞭先生的孩子们都很喜欢他 但是杜鞭的妻子却不是很喜欢狗 有孩子的小家庭早上总会有一些小插曲 儿子又尿床了 杜鞭先生用小Q教育自己的儿子 说小Q性格温和 工作的时候从不大小便 小男孩不服气 说他肯定是悄悄的 只是爸爸看不到 于是他为了论证自己的猜测跟上了他们 直到被姐姐拖着去上课 就算有了导盲犬 杜鞭先生的急性子仍未改变 固执且坐视冒逝 这个盲人不听到盲犬的指示 急吼吼往前冲 因此造就了清晨大堵车 杜鞭先生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这点 正当他为提前许久到达工作室而欣喜时 训练员找了上来十分生气道 杜鞭先生工作室的人们也很喜欢小Q 杜鞭先生像个老父亲 无比自豪地介绍自己的孩子 一位盲人牵着小Q走远了 他大叫一声 小Q就自己叼着绳子回来了 然而这天晚上发生了意外 天空中下起大雨 杜鞭的儿子来找小Q想为他撑伞 小Q以为小孩是想和他玩 于是死死咬住伞笔 动静惊扰了杜鞭先生 杜鞭很生气开窗抱怨了一句 小Q以为自己做错了事 狗生第一次 也是唯一一次离家出走 杜鞭先生自小Q出走后就很担心 一接到发现人的电话就急冲冲赶了过来 只需要一声 小Q就摇着尾巴跟了上去 杜鞭先生蹲下来揉小Q的头 他虽然嘴上总是又冷又硬 但是他非常在乎一直在治愈自己的小Q 这日父母不在家 小男孩起了和小Q玩耍的心思 他给小Q戴上帽子放上从学校带来的鸡块 以此来犒劳这个家庭成员 小Q也凑了上去 这只导盲犬正吃着面前小男孩给他的鸡块 只听一声敲门响 一人一狗仓皇乱窜 父亲杜鞭先生走进来 眼盲着他闻到狗的气味 随即一声呵斥 小Q吓得吐掉鸡块跑到门口 谁知门被锁上了 小狗看看小男孩 又看看他的父亲 垂着眼睛 无错又可怜 杜鞭先生不是故意禁止小Q进屋 是妻子的确不大喜欢狗 但经过这么久的相处 不喜欢狗的杜鞭妻子 也看到了小Q的温和董事 开始改变自己的观念 自此 小Q真正成为杜鞭家的一员 可是好景不长 这天 杜鞭先生呕吐不止 小Q在他身边焦急地打着转 没过多久 杜鞭就住院了 小Q也就一直在床边守着他 可现在的杜鞭卧病在床 已经不需要小Q的照顾了 训练员来接小Q 打算等杜鞭先生病好后 再把小Q送回来 于是这个任务 训练员交给了杜鞭的儿子 小男孩悄悄走进父亲的卧室 悄悄牵走了小Q 他以为父亲没发现 可是小Q走后 杜鞭先生伸出了右手 原来 他只是不想告别 小Q回到了训练中心 等待着杜鞭先生来接他 等了一年又一年 一直到第三年 某天 小Q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响 他欢快地蹦了起来 本以为是重逢 谁知这次是真正的告别 30名 这是小Q和杜鞭先生走的最后一段路 也是小Q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段路 小Q最后见到杜鞭先生时 他正安详地躺在花朵中 小Q不懂人类的生理死点 他以为杜鞭先生只是睡着了 人类的生命比狗长很多年 按理说小Q才是杜鞭先生一生中的过客 可最后杜鞭先生却只是小Q生命中短暂的一笔 训练员牵着小Q回训练中心时 经过了杜鞭先生的家 他的小窝依然依偎在大房子旁边 训练员蹲下来摸了摸小Q的头 说 这是小Q生命中的第三次离别 小Q在训练中心待了七年 七年后 他回到了养父母的家 十一岁的小Q似乎不曾忘记一切 最后的一年他过得自由自在 那天 十二岁的小Q去玩具小屋 含出了曾经的小熊 与他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接着重重摔在了台阶上 小Q离开的时候是在夜晚 他被养父母包围着 在温柔的安慰中 放下生的重担 去天堂见杜鞭先生了 这就是导盲犬小Q的一生 也是大多数导盲犬的一生 导盲犬非常难得 一千只小狗里可能只有三到五只能去做导盲犬 它们需要有安静沉稳的血统 从接受训练开始 它们一生都会压抑自己的天性 压制自己对美食的喜爱 压制自己的生理需求 它们遵守规则 从不打扰旁人 迄今为止 也从未出现过一期导盲犬伤人事件 它们是盲人的眼睛 而我们这个社会也离不开它们 涝通关 外面 忍寻谐